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液化沃尔克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将介绍第四章CQ优化的最后一次课 CQ优化实例4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介绍本次课的三个优化原则 第一个就是尽量去掉不等于 我们可以看一下,有不等于出现在well子句中会是什么效果 Cindy液化沃尔克的新哈弗洛姆 Testwellid不等于1万 好,看一下什么效果哈 速度非常慢,以我的Test表中有100万条记录 好的,结果终于出来了 用23秒多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全表查询 也就是说当我使用了id不等于1万 好,这里要提示一下 我这里写的感叹号不等于和这个一对监控号形成的不等于 其实是一个效果 OK,当这里使用了不等于之后 键在id上的索引就有点失效了哈 它依然进行了一个全表查询 那也就是说在我们正式的应用中 要尽可能的去掉不等于 从而更高效的利用我们已经建好的索引表 好,这是本次课的第一个原则 好,第一个优化原则尽量去掉不等于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原则 第二条原则可能很多人都会吃惊哈 大于符号没有大于等于的效率高 好,请大家特别注意 这个呢,只是介绍一下就好了 可能很多人都会认为 诶,大于符号的效率应该高于大于等于吧 结果没有想到正好相反 好,介绍完第二个原则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个原则去掉where此句中的 is not和is not now 我这里可以写一句话 from test where id is now 好,看一下执行计划出现了一个全表查询 OK,我的id列是有索引的 但是一旦我使用了is not or is not now 我又变成了全表查询 所以你就相当于没有用了 所以呢,我们要尽可能的去掉 where此句中的is not和is not now 好的,到这里为止的话呢 我们本次课的三个优化原则 也就结束了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做一下总结 不管我们介绍多少个优化原则 其实这些原则呢 只是work优化原则中很小的一部分 而且这些优化原则并不一定 每一个时刻都有用 它需要根据当时我们表的数据 以及表的索引是如何建立的 来灵活运用 但是不管是哪一种优化原则 我们会发现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在sq优化中 要使用好 要做好sq优化 第一个最基础的东西 就是建索引 而且还要建好的索引 不能建冗余的索引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我们要 绞尽脑汁如何好好的利用 我们已经建好的索引 像我在这后面介绍的很多种优化原则 都是因为一旦不这么做的话呢 就没办法去利用我们已经建好的索引 从而出现了全表查询 造成查询效率低下 OK 那到这里为止的话呢 我们本次章节 这个sq优化这一整章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在这一章节所介绍的一些初级的这种sq的执行计划的查询也好 还有一些oracle的这种sq优化原则也好 能够在将来的学习和工作中 能够尽可能的去思考 去提高我们sq语句编写的这样一个水平 以更好的提高sq查询的效率 好那么到这里为止呢 我们本次章节就结束了 下次课再见